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4月1日 这期热点深度 一起来关注秦刚、傅小田同住一间酒店 一年后秦二世诞生 举报材料接连地北习近平后 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处于安全考虑 又是傅小田带着孩子回国 随后秦二世的DN的结果出炉 让习近平震怒的同时 做出拿下秦刚的决定 傅小田和秦刚的故事 可谓是一出大戏 充满了曲折和悬念 从傅小田在2023年4月10日的微博中 提到了华盛顿采访 到他带着儿子天城坐弯流四人飞机回国 再到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秦二世的身份 这一切都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猜测 通过一系列线索的拼凑 我们发现傅小田和秦刚的关系并非简单 傅小田在2022年24日的Instagram贴文中 提到了这个我们 而根据线索分析 他们当时可能正在洛杉矶的同一家酒店共度时光 然而故事的发展并没有像具其设想的那样顺利 傅小田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公开秦二世的身份 引起了习近平的关注 毕竟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儿子 拥有美国国籍的秦二世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方案 又使傅小田回国 并进行了亲子鉴定 最终确认了秦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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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二世的身负 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惊喜 傅小田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保留了秦刚的经验 而秦刚则被傅小田的高明手段所打扮 然而傅小田的高明反而成为了他的不幸 因为他高调公开了秦二世的身份 最终导致了秦刚的下台 傅小田的故事告诉我们 聪明过头容易变得愚蠢 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自己的产后抑郁症 和与秦刚之间的沟通困难 暗示了他对这段关系的失望和不满 然而他的高调行为却让他陷入了 却让他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对于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傅小田是个聪明机智的女人 她敢于挑战权威 坚持自己的权益 而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傅小田是个不理智的女人 她过于冲动和冒险 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不幸 无论如何这边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告诉我们在处理感情问题时要谨慎行事 不要轻易公开隐私 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和行为要慎重 因为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和想法 你们认为傅小田和秦刚的行为是否明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建议 请留言让我知道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 华尔街论坛在4月1日的直播中谈到秦刚 傅小田事件 直接点出 傅小田在美国生下的儿子秦二世 其DNA结果证实 就是秦刚 熟悉傅小田的人评价傅小田 称她是聪明过头 愚蠢到底 又高调又勤奋的傅小田 为了秦刚甚至抛弃自己凤凰卫视当家主持人的职业生涯 在2023年4月初 带着父母儿子乘坐非商务航班的私人飞机返回中国 本来傅小田是想开启一段低调的生活 但没想到 她是落入国家安全部为设计好的陷阱 这里热烈深度便来补充在华尔街论坛中遗漏的内容 先来说傅小田这边 傅小田的个人微博 傅小田永远停留在2023年4月10日 在这个贴文中 傅小田说到 上一次登上这架飞机是从洛杉矶到华盛顿 一个人在一个稀稀利利的春雨之夜 降落在樱花悄然盛开的特区 那一次是为了工作采访 没想到竟也是我在风云对话的最后一次实体现身 时隔一年再度登机也是从洛杉矶启程 只是这次有了儿子天这一次飞往的目的地是前方 这段贴文里两个重点 两个重点 一个是傅小田说的华盛队DC工作采访 现在大家都知道 傅小田这个采访对象 是十任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另一个 这里贴文中的前方是指哪里 傅小田要飞去呢 有热心网民疏离线索还原了傅小田搭乘的这架黑色弯流机 650商务机的轨迹 发现在2023年4月11日在退出租房后的一天 傅小田发了自己抱孩子在弯流私人飞机上的推特 这架弯流机650从美国洛杉矶 转湾英国际机场起飞 途径美国阿拉斯加一般弯流私人飞机都会在阿拉斯加补游 这架飞机在跨越朝鲜半岛后抵达北京 在这架飞机抵达北京后 傅小田再也没发过新的内容 现在得知傅小田这一趟回城 全城都在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视线中 傅小田是被引诱回国的 这一切都和傅小田手中怀抱的儿子秦二世有关 时间回到2023年3月4日 当时傅小田在微博上发帖称儿子100天了 由此推算傅小田应该是在2022年11月24日前后 这往前倒推运期40周左右 受运时间应该在2022月份左右 在傅小田的Instagram上 傅小田在2024日2月24日发布帖 文字是2024日我们历史性的一天 两张图片一张是傅小田自己 另一张则是秦刚 傅小田所指的我们除了傅小田自己 还有谁呢 又有热心网民发现图片中傅小田所处的地方是洛杉矶 千禧酒店 根据谷歌地图这图 这家千禧酒店距离中国驻洛杉矶领治馆并不远 最短路径6.6英里 开车15分钟也能到 好 再来说秦刚这边 2024日 秦刚正好在洛杉矶及周边有公务 前后待了半个月包括参加了2月24日在洛杉矶 一刻松图书馆举行的纪念 一刻松访华50周年的活动 访问了加州大学的洛杉矶飞校 伯克利飞校 会见了马斯克等等 结合华尔街论坛中提到的 在这一次洛杉矶领区公务出差中 秦刚以出差的名义 带着妻子住进了一家酒店 而傅小田当时也住在同一家酒店 一种说法称 当时秦刚也参加外交活动为借口 摆脱了妻子林彦独自行动 而秦刚的随行人员都以为秦刚夫妇正在休息 由此秦刚获得机会独自来找 也在这间酒店的傅小田 秦刚一位自己手段高明 但没想到遇到更高的高手傅小田 在一番战斗之后 傅小田想方设法保留了秦刚的经验 当然这具体细节 只有傅小田自己知道了 但没想到比秦刚耍手段更周密的傅小田 一年后几乎是以大白话的方式 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秦二世的身份 秦刚遇到这样的情妇 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如果傅小田生下秦二世后再人几年 秦刚届时完全有能力一手遮天封锁气息 但很遗憾这并不是现实 熟悉傅小田的一个人品假傅小田事 愚蠢到底 傅小田在微博上曾说 自己也陷入过产后抑郁症的困扰 他自己在与网友互动时 坦率地透露了产后抑郁的原因 说是因为养育孩子和与孩子父亲之间的沟通不长 甚至只能靠药物来寻求片刻的宁静 其实 即便当时秦刚在酒店里结束战斗身心俱疲 如果他稍微赌赌八卦 也有机会收拾残局 避免事情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2022年1月也就是秦刚傅小田洛杉矶私会前一个月 加拿大饶舌天王德瑞克被抱在社交平台上与一名小模特邂逅 两人继而发生亲密关系 而他为了避免日后多个小孩任爹 完事后尽在保险套中倒入辣椒酱 不料小模还真的中招 私密处惨被灼伤 现在更传出他为此要对德瑞克提告伤害 美国八卦媒体NTO news当时报道 该名小模特声称他与德瑞克在Instagram聊了一段时间 几周前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 一同回到德瑞克的下滩旅馆 在双方合议之下发生性行为 整个过程约20分钟 德瑞克完事后便立刻进到浴室清理 根据该媒体取得的资料显示 小模为了诈骗德瑞克随即从垃圾桶中捡起用过的保险套 试图将残留的青叶倒入体内 没想到却有一阵辣烫感袭来 痛得他放声尖叫 德瑞克闻声跑和浴室查看 健壮坦言他为了避免被偷精生子 才会在保险套中加入辣架 报道最后称 该名小模特恼羞成怒 现在更威胁要对德瑞克提起蓄意伤害告诉 德瑞克本人则未证实此事 有许多人质疑传闻的真实性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觉得整起事件相当荒谬有趣 随后更有德瑞克随身携带辣酱的人图在推特上疯传 德瑞克过去与西洋天后磊哈娜有过一段情 两人爱得轰轰烈烈 但恋情最后仍以分手告终 德瑞克2017年证实他育有一子 小孩母亲是一名成人骗女星 根据她的说法 小孩是她与只有过几页情的对象所生下来的 设想一下 如果当时秦刚恰好读过这个八卦 说不定他也会有样学样 但这也仅仅是如果了 在2023年9月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有多名知情人透露 原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与被免职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有一段婚外情 并通过代孕方式生下了孩子 当时的报道提到知情人表示 中国政府仍在审查傅小田与秦刚的关系 与傅小田亲近的人表示 他在2010年左右在伦敦与秦刚相识 但他们是在差不多10年后 在北京才开始了更为亲密的关系 华尔基论坛中也有提到 秦刚的举报材料时不时就会送到中南海 但正是傅小田在社交媒体高调公开秦二世的诞生 以及高强度暗示秦二世和秦刚的关系 让习近平第一次正式严肃考虑秦刚的问题 比如傅小田儿子照片上 穿的印有哈佛字样的婴儿连蹄衫 只有哈佛大学内的纪念品商店才能买到 孩子是2022年11月24日左右生的 而秦刚正好于12月5日复8日前后 在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有公务 是不是当时秦刚顺便逛哈佛时给新生儿买的小礼物 带回去也让傅小田开心一下 习近平当时最大的顾虑 是秦刚可能的私生子 会不会产生安全问题 毕竟 现任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是美国国籍 这比红三代是必须要严重得多 听闻习近平提及安全问题 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便开始介入着手制定方案 又使傅小田回国 在傅小田落地北京后 秦二世被送去做了地烟的检测 确定其生父正式请当 这一结果也让习近平不得不下令拿下请当 亲子鉴定就是利用医学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 通过子代和清代遗传标记的比对 分析遗传特征 中国国家的学生探断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有亲生关系 一般DNA亲子鉴定的采样有血液 带毛囊的头发 养水及人体组织细胞 乳口腔粘膜细胞等几种 他们实验室一般是采集血药进行DNA建立 2004年底王纳为一纸诉状将足球明星高峰告上了法庭 称自己的孩子是同高峰所生 双方僵持不下各执一词让人无法便利 最后高峰提出通过亲子鉴定的方法 鉴定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这是中国首例名人DNA亲子鉴定案 2004年11月18日 北京朝良区中级人民法院在交换证据时 正式公布了高峰亲子案的鉴定结果 根据DNA检验显示 黄胜元与高峰有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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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的可能性 为亲子关系 那中国的DNA亲子鉴定 是个什么水平 财新202月底有篇文章提到 运用DNA技术可以使亲子鉴定的准确度 超过4的9 99.99 用它进行个体识别使准确度更能超过9的9的9 从1985年DNA指纹首次被应用开始 法医DNA技术走过了三代遗传标记 成为素以严谨著称的法庭科学一项重要武器 以确定嫌疑人为例 如果使用多个DNA遗传标记 可以产召记 可以产生数以千万计的基因型组合 每一种组合基本只对应到单一的个体 如果说运用DNA技术 可以使亲子鉴定的准确度超过4个9 99.99% 那么用它进行个体识别时准确度更能超过9 另一篇财新文章则提到 最常规的亲子鉴定 是子母父同时参与的三连体侵权鉴定 如果父母有一方缺席 比如只确定父子之间是否亲生 则称之为二连体侵权鉴定 在实践中 他们大多使用是二细胞分析方法 对常染色体的DNA进行检验 准确度已经非常高 国标要求应超过99.99% 也就是一万个人最多减错一个 关于亲子鉴定 最近在中国有个焦点新闻说的是 结婚16年三娃妃亲生 2007年12月 江西省德兴市的陈志显和于华结婚 2022年4月 华迪金出举的三份亲子鉴定报告显示 三个孩子不是陈志显亲生 2023年12月 离婚案开庭审理 陈志显向法庭提交证据 于华已生下第四的孩子 不可能是他亲生 3月12日记者求证得知 经法院调解 陈志显与于华已离婚 于华一方支付了赔偿款 不再征房产 近身出户 目前陈志显打算放下此事 开始新生活 2023年12月26日 陈志显曾对记者痛苦地说 养了16年才知道三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 结婚前他就怀孕了 不是我的 我是大渊种 或为讽刺的是 对于秦刚获取证明秦二是非亲生 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幸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大回复 看在上面 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